大家好 您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做这个素饺子 这个素饺子我们分了四个部分的 你们看看这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弄酥糕汤 酥糕汤是怎么弄呢 是你们做菜的时候剩下来的头头 什么不用的边边那个皮 还是是一些头啊 还有那些香草的香茅 还有放一个糖 里面有你们那个菜谱里面已经有 有那个池乎的了 就把它放进去煮 煮多久呢煮两个小时 然后变成这个汤了 然后就放这个 这个是上午草 是海底的那个草植物来的 把它放在里面呢拿去煮 煮到那个上午草变成 变成一些胶这样子的 我们叫那个是胶原蛋白 我们吃下去呢 我们身体要很健康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了 弄好了以后呢煮好 好像这样子搅拌了 变成这样子 变成一些这样子 好像那个调味糕这样子的 目的就是要把那个 给菜啊 所有的粒粒炒成了以后 把它拎起来 完全的热了 现在要介绍一下那个是大碗菜 还有那个芒果 还有这个青瓜 这三个东西就不用煮的 不用炒的 是原本这样切粒粒 切成粒粒这样子 这个呢可以这样子不用那个叶子 这样就行了 就可以切粒粒 就切成成这个样子 看到吗 这样子 三种 这个不用煮的 是第三个部分 现在锅子热热了 先放这个煎酥 还有那个猪 东猪 放入肠 鸡 闻到好香的味道的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翻炒的 不用这样炒来炒去不用 把火腿啊 香菇啊 弄一下就可以了 用炒来炒去 这样子可以了 好香好香啊 没有放盐巴不用放 什么都不用放 所以这个香料 芒果 那个大黄菜 还有这个 你先是弄好的茄子 一块放进去 目的就是把它捏 把它捏起来好包 不用那个水分啊 跑出来很难包的 把你煎好 我们在这里哦 第四个部分就是那个面团 要看一半 你会让它看一半 看一半 然后再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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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你煎好 大黄菜 要保护 把你煎好 把你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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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切成一碗 弄好了 现在等到你们了